今天依资个股推介是基管局债券4701 《经济日报》投资业话祖 选选原因是在逆史下赚取绝对回报 不妨关注基管局发行的零售债券 投资者若果想锁定较长年期的稳定利息收入 基管局债券不失为一个选择 每香港基管局发行50亿元的零售债券 由1月17日到1月25日接受营救 上市日期2月6日发行日期2.5年 每手入场费1万元 抹票面息率4.25厘 每三个月派息一次 策略上 我建议有兴趣的投资者可以认救五至六手 中印认为今次基管局零售债券有吸引力 估计认救反应理想 认救人数可能达到20万 将会录得超矮认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